洗手归一苏洗滴 脱免顶礼齐聚之 我尽称赞大尊体 唯言慈悲存将获福 尊体菩萨是一位感应圣强 对云云众生至为关怀的大菩萨 更是三世诸佛之母 祈福得聚毁无量 共得广大 能够满足众生世间出世间的愿望 无为不至地 守护众生 准体菩萨之准体 唯泛文音译 亦为清净 右座准体菩萨 准之菩萨 尊那菩萨 七聚之佛母等 是为不至佛法 赐福众生 严受护命的佛母菩萨 为佛教显密所共同尊养 准体菩萨 普遍认为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富有成准体菩萨 准体菩萨 天人丈夫菩萨 列数六菩萨之一 佛音菩萨 具有十八只手臂 富有成为十八地菩萨 准体菩萨 为莲花布诸尊之母 秘号最圣金刚 祥辅金刚 传统佛教中 则定农历三月十六日 为准体菩萨诞辰纪念日 由于众圣得度的因缘不同 所以准体菩萨法相亦有多种 以不同的形象视线 而一般所供奉的法相 则以十八币三目者为多 准体菩萨深黄白色 其中黄色代表地大 即开藏界 白色代表水大 即金刚界 两者结合表真其理智不二 定为一体 由诸佛能出身万德之意 准体菩萨具有三目 表示理智世三意 破表佛部 金刚部 莲花部三部 也代表具足佛眼 法福 慧眼 以及不纵不衡 三地一如平等之含义 准体菩萨 身着青罗 错绣天衣 腰着百亿 衣上有花纹 以缓带细腰 朝霞落身 身有白青罗网之纹 以种种配饰状严起身 象征 以种种法而为庄严 准体菩萨 作家辅佐 坐于莲花月轮上 而周围光明火焰 象征 以智慧光明来破除众生之忘形黑暗 准体菩萨 各个手臂上 以白罗为串 表示广同佛法 而十八臂中 各臂或结印 或持剑 属珠 金刚柱等法器 是为了救度广大众生 所展现的形象 其中 左右二手上座说法印 或称为准体手印 表示准体菩萨于六观音中 主要度化人道终身 破除三障 视线三眼直至说法立身 而右第二手 结尸无尾印 右掌五指开立 要五指的光明 施予一切众生无畏 表征大悲神切 右第三手指剑 表示能以智慧剑 来降服四魔三障 破除三毒 五欲等烦恼 有第四手 十属珠 代表智慧 意表转法轮之意 而母珠即象征本是阿弥陀佛 树珠现端则为观音 表示以观音大卑力为现端 换穿一百零八种的烦恼 每转一珠 便断除一份烦恼 最后断尽一百零八种烦恼 修正成就一百零八种三内 有第五手 十属珠 为惹布罗加果 成轻圆状 表圆满万恨万善 并彰显佛果圆满功德 以其子多部 表能出身佛子之意 有第六手 十月斗 具有能摧破一切之力 以此表征准提菩萨 能摧破无名与难断之破障 有第七手 持勾 表示能勾招一切成功 又表此尊 具有招入如来 及尽智德之库 因而持勾 有第八手 持拔者罗 表能催灭贪嗔痴三毒 彰显三部如尊 有第九手 持宝满 表万得中严之意 及其平等性质之德 左第二手 持如意宝床 表高丽清净菩提心的宝床 对无福慧的贫乏轴身 施予满足世间 及出世间的缘求 左第三手 持莲花 代表一切诸法自行亲近 即亲近人界中三毒 五欲等 左第四手 持枣冠 表圣满一切物 即三部诸尊 圣满的克德 左第五手 持锁 表能降服恶魔 细腹难调服者 引入本有佛制 左第六手 持法轮 代表能破除二十五种 生死流转的存有 左第七手 持法罗 表能演说诸法 白利益群身 降服众生 一切烦恼或障碍 左第八手 持贤品 此贤品亦为准体菩萨三昧也行 代表智慧 贤品内装有甘露水 表示准体菩萨 能以甘露施予一切众生 所第九手 持般若犯怯 标智慧之体 十方三世诸佛菩萨皆依此般若智慧 成就无上正等正觉 准体菩萨为诸佛之母 因而手持般若犯怯 在准体菩萨的法相中 其莲花座下 常有难陀龙王与阿难陀龙王 或是二名长者 共辅连金 以护持准体菩萨 台湾人的做法 把观音菩萨跟准体菩萨合为一体了 也可以叫准体菩萨 也叫观音菩萨 后来他们就叫准体观音 但是无论如何 准体菩萨也是观音菩萨的视线 但是他的多种的法器 各种的法门 要去帮助服务众生 头上顶着欧弥陀佛 这顶着五方佛 要去利益众生 如果你学习准体菩萨的 是八般无营 那你就是准体菩萨的 并不是有这个形象 所以他只是为表法 表法说你要去慈悲 你要具足智慧 你要有多种的方便 那我们这个形象放在这边 那我们是来学他的 学他的 都要准体观音的智慧 慈悲 手腕方法 来服务别人 来帮助别人 是要如此 所以我们要跟佛菩萨的 身口意 功德事业很为一体 准体神咒 准体咒 又称准体神咒 准体真言 据准体土罗尼经中记载 佛陀为了敏念 未来的佛福恶业重生 入于准体三墨地 宣说过去七句之佛 所说之准体咒 在汉传佛教中 一般 在持诵准体神咒之前 都会先与四句祭 来称阳 赞叹准体菩萨 其手归依 苏系地 头面顶礼 其聚之 我今称赞 大准体 为愿慈悲 垂家户 之后 并念真言 拿摩萨多难 三秒三不陀 聚之难 大自他 摩哲利 主力 准体 萨佛赫 另外 一般 也可持念 准体神咒 短咒 摩哲利 主力 准体 萨佛赫 咒 咒 咒中 拿摩是闺蜜的意思 萨多难 三秒三普陀 聚之难 是七千万正等诀 大之他 其意为 吉说咒约 梦 梦是咒的起因 哲利 是决动 主力 是升起 准体 是清净 萨普赫 为成就的意思 整句的咒语 即是 由决动 大绝 而升起 清净的成就 准体神咒 被誉为 神咒之王 此咒语 代表准体 菩萨 一切功德 更被收入 早晚 客颂的 十小咒中 是佛教徒 每日 必颂的咒语 同时 也被收入 二时临栽宜 为寺院 早午二时 过堂用栽 所长免 准体神咒 加持威力 不可思议 感应 甚为 急速 与强大 持宋者 可得 聪明智慧 便才无畏 夫妇 相互敬爱 增进人际关系 乃至 求得子嗣 延长寿命 治疗疾病 灭除罪业 祈求降雨 脱离拘离 准体神咒 以灵验主称 持宋者 只要虔诚且具善心 无论在家出嫁 皆可得菩萨福佑 普令如愿 此乃准体菩萨之 大悲愿力 在佛教界中 由以准体神咒 为核心的准体修行法门 亦有简要的修持方法 你修准体法要以悲心清净体性 不畏名不畏力 才可以利益众生 佛言若依法诵实 一心精勤功力说不可敬 大教王精云 气聚之如来三神赞 说准体菩萨真言 能度一切贤慎 若人耻诵 一切所求 细得成就 不求正德 大准体果 使之准体真言 密藏之中 最为利益 使真言之母 神咒之王也 另外 根据佛说 大乘庄严保王精记载 七十七 据之诸佛如来 在六次大明咒的 因缘之下 同时示显 共同宣说准体神咒 由于此咒 留步的因缘为此 所以准体菩萨 也可说是 七十七 据之佛 共同加持的 化身 准体佛母 具足诸法妙德 神力不可思议 为了解救 恶业众生 佛母 佛母菩萨 如同慈母般力 疼爱孩子 加持众生 不仅使重病痊愈 更灭除 友情所有 罪障 由其 末法时期众生 业重福保 若能持送 不可思议之 准体神咒 定可使 凡夫 杂染的恶业 获得等同如来般的情境 特别不共殊胜的是 因为准体菩萨的大慈悲心 修学准体神咒 并没有任何的限制 无论是在家 出家 皆能修持 感应甚为 急速与强大 能摧毁一切众生之祸业 降服魔虫 除灾灭害 百邪 金帕 君不难得逞 种种喜愿 一切殊胜 无不满足 感念准体菩萨 对众生的大慈悲心 与大家持利 我们应当经常 恭敬地 持送准体神咒 静静修持 以其早日消除恶业 圆满菩提资粮 广为宣扬准体法门 必会得到准体本尊 与十方 互释诸天的 加持护友 最终同灯 拖惹彼岸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于宣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